其实梦是假的 我们人生也是假的 你要把假当真 那就没法子了 这就有苦了 知道是假的 不把它当真 这个苦就减少一大半了 苦都是这些妄想 不晓得 把妄当做真 才有这么多苦 知道它是虚妄的 你就不必那么认真了 不认真就没有这么多苦 真真能放得下 啊 比如 今天你得到宝物了 你很欢喜 如果今天你的宝物丢掉了 被别人偷窃 偷走了 你感觉到很苦恼 为什么 你以为那是真的 如果知道那个东西是假的 得到 不会不欢喜 没有欢喜 丢掉了 若无其事 你多自在呢 你多自在呢 所以凡事 要把这个事实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 是个波动 波动现象 这就是有声有灭 科学家讲 宇宙之间所有的万事万物 全是波动形成的 波动频率非常快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 世尊在经上也是这样告诉我们 弥勒菩萨给我们说 这一坛值有多少个生命 就是多少个波动现象 菩萨说三十二亿百千年 百千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一坛值 有三百二十兆个生命 这里头给你讲 分段生命 变异生命 速度这么快 哪一个生命是你 这才恍然大悟啊 不但生不胜过 念头也不胜过 做梦 梦中的梦国还不胜过 因为梦中的梦国做不了主 没有主宰的意义 没有自在的意义 为什么 为什么 梦中的梦国 他在迷 他不觉 我们中国人叫他做灵魂 其实他不灵 他要灵 那就是真正的梦了 他不迷了 觉悟过来了 叫灵性 那是梦 灵性迷了 叫灵魂 其实 他不灵 一点都不灵 孔子叫他做 油魂 说得好 油 他的 他是动的 他不是静止的 而且动的能量非常大 趁他油魂 非常有道理 或者称他做 迷魂 他迷而不觉 所以他在六道里投胎 他要真正觉悟 就不干这个事情了 迷而不觉 孔子说得有道理 说明孔子不是不知道 知道 没有详细说明 孔子也不多说 不像佛经里头 佛经里面说得很详细 说得很清楚 告诉我们 这是怎么回事 认识清楚了 就好办 把这个东西也放下 也不受它干扰 回归自信 回归本定 把自己 本来面目 找到 本来面目 就是佛 自己本来是佛 所以自己 决定成佛 我们从这个地方 建立信心 这叫真正幸福 幻灵